超级豪华呀 这么大的房子要想装修好 可得不少花钱 对李先生来讲 这可是个大活 李师傅是一边招兵买马 一边备足材料 就开始有条不紊的干活了 我们就睡到一些材料 都放在这个屋里 然后早晨就把这个门打开 然后白天就是干活的时候用 用一些材料 然后就马上再锁上 可是活干上没多久 怪事就来了 这个电线放在这里了 就是我们就发现 这个线本身还没用 然后就是每天扫 能扫一点 这个位置就是李师傅 存放电线的位置 装修这事是有步骤的 先干啥后干啥 得一步一步来 明明还没到铺电线这步呢 这东西咋一天天见少呢 总不能是蒸发了吧 李师傅说 一开始他都没注意电线这块 但后来想不注意都不行了 大概是五千 不是五十多块吧 好像是 五十多块 六十块左右 那当时咱们仓库里边 一共有多少电线 一百三 一百二十几 不到一百三 您听听 库里电线丢一半 这要是只羊 那是羊 那是羊 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 你什么 你我 就 我